第三下二百六十七集 丰都大帝参透了先天八卦和洛书角镇 他的法力不是来自强大的灵力 而是先天艺术 他能参详三界之内的一切规则 从中汲取无穷的力量 虽然有人能跳出三界的规则 但只要你还在三界 他就能用规则来对付你 而他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地藏谱子则领悟了大乘佛法 碧暗之光 这是一种超越真假善恶的永恒的信仰之力 一样是三界中最为基础的力量构成 因为纯正所以强大 当星月奴正道 便是利用了与之接近的愿力 不过他的愿力是来自于他幻境之中 所以在他的世界 他是无敌的 一旦进入这大千世界 他就持不住了 东越大帝力量来自于山沉河流 是无坚不催的自然之力 轩辕圣地与他相反 他的力量来自于人对自然的反抗 一把轩辕剑 斩身涂抹 无坚不催 这是最大的人间之力 叶少阳一口气说完了这些 又打开了一罐啤酒 这些都是我到了无极境界之后 天之进一步的开启 所以逐渐领会到的 也就是说 真正的强者 从三界积取的灵力 都是不同的来源 然后修炼成自己的杀手锏 这几位大哥都悟出了 宇宙终极力量的一个方面 而这种力量 本身就是永恒的 所以他们的实力 基本上没什么提升 后人想要赶尽 是有可能的 不过只是理论上的可能 毕竟千万年过去了 能领悟这些宇宙终极大道的 也就这些人 众人听得十分的神亡 纷纷地思索了起来 刀锋的话 刀锋的刀 是什么呢 他是斩了三十 堪破的生死 他的力量 来自于最生死的理解 生死也是大道 他那现在 只悟了道 还没有掌握到 终极的力量 他也需要修炼 我们几个之中 小九走的也是生死之道 瓜果是无常之道 小马是自然之道 小青小白和橙子 你们都是妖 也都是生死之道 只要堪破生死观 修到极限 便能悟到 怎么才叫悟到 三人异口同声 叶少阳摊了摊手 当找到小九 你们再问他吧 他已经正道了 那我追求的 那我追求的 就是剑道 吴家伟一本正经 四宝推了他一下说 你这孩子武侠小说看多了 还剑道 几十岁的鬼了 够中二的 叶少阳说 真没谁 不过不叫剑道 这是神器之力 天下神器 都有属于自己的灵灵 极致的操控 也会带来跟所有人 不一样的灵物 而且你现在是鬼 你是在用修为 而不是法术 在操控道剑 你算是两边都站了 如果修为到极致 大概能成为一个 超级的怪胎的 吴家伟听到这话 大手鼓舞 他就喜欢与众不同 四宝说 我晋升之后 隐约也感觉到了 一些模糊的东西 好像就是我的道 你别告诉我 让我自己慢慢领悟 叶少阳点了点头 四宝是大巧不公 大之若愚 看上去天赋不是顶级 但他的性格 和他的修为的方向 正好对应上 又浮原深广 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嘴巴都说干了 静如 你给我倒杯水 酒是越喝越渴 周静如很开心的去了 大伙继续思考 叶少阳刚才说的这番话 信息量很大 足够让他们 消化一阵子的了 老大 有没有可能 你也领悟到了阴阳之道什么的 这根鬼王 不就有的打了吗 瓜果突然问道 叶少阳摇头 可能性极小 这些不知想学就能学会的 再说了 唯有我的道 大伙这才想起来 之前的光分析别人了 对自己却没说 一个个都盯着他 我修的是人间之力 所以要精通各种法术 而且我也用剑 但人间之力 暂时就不想了 先想办法 提升境界再说 虽然已经是人间无敌了 但是 轩辕圣地的那种 人间之力 叶少阳 还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次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叶少阳让他们都回去了 免得被人发现 虽然之前刮过找茬 报答并且赶走 但是叶少阳相信 找他的人一定还会派人来的 而且来的会更强 按照林三生的推测 他们的目的是监督四保一干人 毕竟他们曾经有过一系列辉煌的战绩 曾经是人间法术界的王者 就算隐退了 谁也不敢放心他们 不过 叶少阳想起来还是觉得好笑的 他们这么搞 其实很没必要 捉鬼联盟如果想重新出山的话 就算他们提前知道 又怎么样呢 一样还是无法阻挡 在走之前 刮过把死去的捉鬼联盟成员的牌位 都摆了出来 叶少阳带头 对他们下跪上 梅花 蚯蚓 包子 还有那个相处没多久 却一直自认为是捉鬼联盟成员的无家道 三界之战 整个法术界都付出了许多的生命 而捉鬼联盟的付出 是最大的 十六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 我会为你们报仇的 首刃无极鬼王 哪怕他是天下最强的人 叶少阳的手机和证件 瓜瓜也一直给他收着呢 只是手机太落伍了 而且放了太久 叶少阳试了一下 基本上不能用了 周静如又送了一台给他 叶少阳把里面存的照片和号码之类的都倒了出来 存在了新的手机上 看到过去自己拍的那些照片 尤其是跟瑞冷玉的合影 不免又难受了好一阵子 晚上周静如买了红酒 跟他一起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 瓜瓜在边上死皮赖脸的不走 陪着他们一起待到了天亮 周静如还有重要的回忆 为了叶少阳耽搁了两天 就赶紧回去了 叶少阳送他去车站 两人一一惜别 之后 叶少阳让瓜瓜去了一次青秋山 只说是做客 结果 没能找到小九 叶少阳的心里不免蒙上了一层阴影 又猜测小九可能是去了春城 或许他得知了叶少阳的存在 想要去看看的 也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打发瓜瓜去一趟春城 暗中寻找小九 自己则开始闭关修炼 时间不多了 他一再提醒自己 而且青云子跟他也说过 明和老祖那边也在蠢蠢欲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进犯人间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